派這邊給西夢瑤茶背調 和尤君那邊給丈母娘做PPT 你們這一家子可真夠熱鬧的 然後我母親肯定也是 在那天之前做了她該做的公司精調 問了一遍她上海的朋友們 就是有沒有聽說過這個女生 有什麼好的 有什麼不好的 就全部告訴我 她肯定做了背調 然後也覺得我應該是很喜歡 然後覺得她也沒問題 以前她要是不喜歡我 對象的話她是當玻璃的 當玻璃看不到了 我其實挺緊張的 就是那個 因為當時我見她爸媽的時候 我沒有很 就真的 我都不知道 你做了一個PPT曲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一邊反眼說說 阿姨來是這樣的 我的小的時候是這麼成長的 我講完了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哈哈哈哈